这只要踩在地上摩擦吗 怎么突然间松手了 我们看对中国的晶片禁令 现在美国说要放宽 放宽台湾跟南韩相关的一些厂商 那当然谈的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谈的是南韩的三星 那同时间呢 为什么大家就很好奇了 为什么此时此刻突然间放松管控呢 他们有这个报道是这样说 拜登如果祭出投资限制要断金流的话 中国的AI产业会倒一半 到底为什么现在要放松 是因为觉得中国反正 我把你踩到这个地方 你已经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我们来请教蔡总 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半导体的禁令 会划夹弯 那事情是这样 去年10月 他说你假如领了美国晶片法案的补助 就不可以在中国扩张业务 但是当时的话 包括南韩的三星 台湾的台积电 有一年的豁免期 那到了今年的10月的话 就到期了 到期现在拜登就干脆 不会去限制了 你们可以在中国扩张业务 之前说不可以扩张 我还要报复你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 然后美国也不会报复这些厂商 那这个第一个时间 消息传来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Intel有领补助 Intel昨天涨了5.5% 台积电的AD狂飙了4% 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普通股台积电涨了19块 593块 已经即将看到6字头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再看一下南韩 那这个比较明显的是海力士 海力士收盘大涨4% 海力士就集中在这个机体的业务 那三星还有别的业务 所以比较不明显 不过三星的话 今天还是大涨了1.3% 但为什么华夹王 第一个原因 不用怕中国的技术 太落后 经济学人曾经这样评估 他说中国半导体的技术 全部晶片的生产 都看中芯国际 金言代工 所以中国的AI 他用四个字来评理 华善可乘 他说中国发展那么久 他说他的AI华善可乘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证据 第一个 这个全球晶元代工 因为晶元代工就是半导体 最重要的平台 那我们看一下全球的这个市战 哇 恭喜台积电 他首度的全球市战 突破了60% 从前一季 就去年第四季 大概是58% 跳到60% 所以先进制程为主 那第二名的三星的话 其实虽然第二名12.4% 但是他是从15%下降的 他是衰退的 对 衰退了 那格洛方德越过了我们的联电 成为全球的第三名 联电就排在第四 中芯国际是第五名 市战是5.3% 比较特别的是第七名的高塔半导体 一举的超越了台湾的利济电 跟世界衔境 所以这里面的感想就是说 晶元代工啊 现在景气是分歧的 只有一个好 就台积电 先进制程靠AI 其他都不行 也许我们的观众 报到那个六七七的利济电 我告诉你 你真的报到这股票 今年真的是要吐血 为什么 今天已经过了一万七 我们半年还没有结束 台股的报酬是21% 是 很厉害 但是你报到利济电的话 他是互报酬 半年来是互报酬 所以很重要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你说现在大家都讲AI 真正的AI要像美国一样 比如微软 微软用在作业软体 谷歌在搜寻 亚马逊在网路的购物 你要有应用 这个会促进产业的升级跟消费 但中国的AI强项在哪个地方 监控 监控 他有一个东西叫天眼 学生上课 天眼之前抓到好多通气犯 对 那这个case是天眼是来学生上课 每隔30秒 你的学生的脸部的表情 就被扫一次 那我偷睡觉都被发生 对 你分心 不要说偷睡觉 稍微不注意 把这个信息就传给老师 你上课不注意 那怎么样 我问大家 当然你用在监控很厉害 但是这个对经济 有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院说 中国的AI 它是华善可乘 那这个天眼还已经用到 台积电16奈米的这个晶片 对 要用到台积电 那你假如是用中芯国际的话 那你可以像台积电这么厉害吗 也不行 那再过来的话 这个一个原因就是交换条件 交换条件 所以拜登说我放宽一点 但是我要交换什么 因为你叫这些都在美国投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三星的话 在美国的德州 是170亿美金 这个单位都是美金 它现在提高到250亿 现在通红啦 它建厂的成本要提高了 对 但是你建厂的成本增加那么多 你美国政府给我的补贴也没有增加 只有26亿啊 是 那台积电就不用讲是DARMA 从200到400亿嘛 对 那你顶多也只有60亿美金 对 更不要讲英特亚 英特亚是从200亿 到1000亿啊 但是你顶多也是80亿到100亿 你不补贴我多一点 至少你不要挡我财入 我在中国要赚钱 拜登政府没有办法被给这些半导体大厂来补贴 那么多的话 那就从中国的业务来弥补 应该是这个主要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的话 我们知道美国组成了chip wall 就四个联盟 这四个联盟当中 最不配合美国的政策 是韩国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大家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 跟韩国的这个产业资源部长 他们会面了 这个照片就是这样 会面了以后 还居然谈的主题是 双方要半导体的合作 你是来卧底的吗 对不对 美国把南韩找来加入chip wall 你又跑去跟中国说我们要合作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 哎呀你没配合 你配不配 可是三星有苦说不出啊 他现在就没赚钱了 对 这个台湾就是在半导体的投资 最多就是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那个南京厂 对它的产能占的非常少 但是三星不一样 三星那个西安厂做Netflix 占三星的产能20% 很多 那三星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获利已经年减了95% 对 已经是生意已经是做到这种题 快赔钱了 是 那你再去把它限制中国的业务 他又丢掉这一块部分 那那是喊了 对啊 所以南韩不得已 就感觉就是好像要加入 这个美国的chip wall 但是又跟中国没来远去的 这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湖底抽薪 我干脆三星啊 海力士啊 中国业务我不管 把南韩把拉拢到这个集团来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拜登 他要放宽对中国的相关的一些限制 当然有他背后非常多的考量 但是呢 重点就在于反正他放宽了 所以我们投资人就赶快来看看 这些所谓的放宽 AI的概念股 我们要怎么观察它呢 来蔡总你再看 我觉得今年半年已经涨了20几%的话 没有AI真的是办不到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当中的六公格 有两个是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的观众现在就说 AI但是敢不敢追 明天追台积电600吗 广达已经是140了 你敢追吗 最重要是这两档 那为什么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K线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有一句话叫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 为什么 很重要的 其实台积电5月营收是月增了19% 但6月库存调整会降一点 真正好的是7月以后 因为那个飞达的AI晶片5奈米 有说集单 集单 它是下了以后 要规定7月以后要交货 所以7月以后的台积电的营收会跳起来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那个跳空缺口很大 对对对 那重点是 为什么 现在的业绩没有那么好 但是台积电的股价在反映后面 已经在反映接下来的 应该现在所有的外资现在没有报到 会不会买不够台积电 它就很紧张了 对 就会紧张 所以我们意料台积电的短线 可能还是要往上 应该可能会看到6指头 那2382的广达 这个道理是一样 其实广达现在营收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拿到了微软跟亚马逊AI伺服器的订单 也是在下半年7月以后开始要出货 所以现在股价都没有 不管那个 就直接一鼓作气 就一路的缓定 所以这个也持续看 这个应该还是重点 但是我要看一下 因为AMD即将发表了MI300 我们看一下走势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我们看一下先看AMD昨天的走势 当然它涨幅有3.4% 这个是不错 但是大家担心 它去排挤挥达 因为我今天很厉害 那挥达会不会影响 但是我们看AMD在为后面的收盘的最后一小时 急速的拉高 这个就是魔鬼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超伟AMD发表了以后还是难以撼动 AVIDIA 所以AVIDIA的概念会上 回来我们再看六勾就看得很清楚 那像这个新银 这个新银店 这个都反映台积电的利多 但是广达是挥达的概念 这是AI的概念 它是比较倾向挥达的概念 然后技嘉 它是挥达跟AMD都有 也有超伟的 所以它最近很强 但今天它就涨归涨 但今天的弧度就不大 所以它有点在反映 所以明天礼拜三的话 我认为这个超伟的概念股 最近涨多的先不要追 然后等那个花表之后 那我认为涨数会回来回答的概念股